我到湯家已经好几天了 但是由于浪大 还是看不了大吃惊 所以今天约了一个渔民 准备去海里试试新买的鱼枪 但是在潜水时居然听到大吃惊的叫声 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听觉感受 早上好朋友们 今天的天非常好非常棒 刚刚中国超市的老板说帮我找了一条渔船 所以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多少价格 合不合适 OK 这边走去城里还蛮远的 好几个公里 如果是说能找到便宜的车 还是可以住一辆的 这边靠海边的这个酒店都特别贵 一千多一网 所以我们只能住在这个山顶上 刚才租车店老板说让我们现在先过去了 他说他等一下有事情 所以我们先去租车吧 可以啊 那我们走 老板早上好 这是中国超市 我们等一下来的就是这家中国超市 我先跟他打个招呼 哈喽 哈喽老板 我先去租车 我先去租车 等一下再过来 他租车的人打电话给我先过去 那个中国人啊 对 好我先去租车 等会再回来 这家酒店也是中国人的 很大这家 我们现在到租车的地方了 这个玻璃是好的 哈喽早上好 租车的也是中国人 哇 这个这口圈好蓝啊 这个黄黄的小小的也蛮好玩的 现在你再对比两辆车 下面这个保险杠这里是掉的 哈 对 这辆把手没有的吗 对呀 这把手都快掉了 天天开门咋开 这个 嗯 从负驾时间 哎呦 这个 要不要新车 新车 对 因为我就要便宜 你新车我也租不起 哈哈哈 这老板非常好 一天是50块 然后他给我35块一天 35折合人民币在100块钱左右人民币哈 差不多 OK谢谢谢谢 刚刚看了一下 还是这辆 这辆更 更好开一点 虽然有点破 不要建议 这样 没办法 这边就这样 那这辆会更好 就这辆吧 电话多少 我打一下 我的电话 因为他这边是有说网络不行啊 对对对 就之前火山爆发一次 就把网络给炸坏了 哦 来来来来 OK 这锁石在车上啊 对对对对 谢谢 谢谢老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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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去加油吧 对去加个油 嗯 这边的油价差不多 折合人民币在8块钱 8块多 不过他这岛啊 非常小 所以呢 用不了什么油 还好 我们先去超市了哈 哎呦 生意好带 没事我不急 刚车住啊 没地方去 35一天 是啊 他本来50 我说用20天 他讲那就给我35 那你那个船的话 你怎么怎么说 船我就是跟他讲 多少钱谈好 我就出发了 明天 对对对 然后他说晚上的话就不要钱 为什么呢 他晚上他自己会去钓鱼 哦 那可以啊 我会带一起晚上跟他去 对晚上他是一整个晚上 在和渔民的一番交谈后 我们决定第二天的早上再出发 我们今天压力不要太大 我们试一下这把鲜鱼枪在雪里怎么样 可以了哈 上船了 现在是我了 可不好走哦 这个路哦 来来来 我来牵你 小心点 哎呀 哎呀 好了好 进来 都是水 哇 因为下雨了 好多水 这里最近天天下雨哈 那摇水的任务交给你了 哈哈 我们到了 然后床长跟我们讲这边打过去 然后呢这边过去是那个保护区不让打 往这个位置打过去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准备下 哇 会长狼 但就不知道有没有鱼哈 今天是来试枪的 哈哈 OK Ready 可以吗 嗯 把这个浮标拿下去 好 我 就 都 很 看 han 还 黄 牛 用 满 辅 这个 我的 都是 好 现在准备在这小鱼群边上待一会 因为小鱼多的地方就会有大鱼 估计过去十多分钟后 终于看到一群大海狼 但是我的相机又卡机了 接着鱼枪间又被大鱼给拖走 瞬间把我给气坏了 打到鱼吗 没枪见呢 怎么了 枪见了没了 是鱼太大了吧 一条老大的海狼 然后我的相机又是 拍不下来 不然拍下来也很震撼 太可惜了 好大那个海狼 一群 我拉一下我打一下 然后鱼一下子抓一样 然后把我的枪接人抓跑 你可以抓住 非常非常弱 可能我认为 不然他都要两个人打的 这是一分半分钟 可能是50分钟 60分钟 可能是很多 被拉掉了 没有了就剩这个了 现在还得去买 太大了 你在这里买不到 你看这里 直接拉掉 扯掉 力气是多大了 算了 回家 回家 现在我们的船长好像钓到一条鱼 这个是炸弹鱼 炸弹鱼 他们叫阿杜 不费 又钓到一条 这么多 好摸这个鱼啊 很好拉 至于我说 又一条 我觉得这个很 那你戴上手套呗 你敢当上来了 跑了不好 OK 然后这个 拉到尾巴 拉着尾巴 转下来的 这个是钻到尾巴 是什么鱼 却吓我一下 老长了 就是那个 时候钻鱼 你们叫什么来着 我搞不懂这颗钻鱼吧 英文是叫什么 我不知道 哇 Good 我们到了 现在你要抛锚 我们丢了一根枪尖 而且这个枪可能是库存太久 也库存两年了 两年多 他说他进货两年 对 到他店里是两年嘛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老化咯 对 呃 那我们现在去看鱼枪的间咯 要啊 不然怎么办 对啊 我们刚刚回去洗了个澡 然后现在准备去问那个超市的老板 那个鱼枪哪里有卖 打鱼枪啊 对 太大了 鱼 跑了 哈哈哈 那个枪接着拉跑了 现在哪里有鱼枪电啊 枪啊 你说那个那个枪跑了 啊 对 我说这个情况你这里我去找啊 哪里有鱼枪电 卖鱼记的你去那个 这边过去不是有个中国的鱼化店啊 有没有看到 看到 旁边那里面你进去里面看一下 来来 OK 里面有那个你问问一下鱼构电有没有 OK 这些店都关门了 我看有一家上面写的是四点钟 他会关门 现在还不到四点他们都关门了 这是太佛系了 周轩 哎 明天来了没办法 嗯 哎 今天也是非常的窘 也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买一把好的鱼枪 因为每个国家它都不一样 有的能让你带鱼枪有的不能让你带 所以呢 就是当你买了好的一把 结果带不进去就很浪费钱 所以我一般都是买那种一千多人民币的便宜的 我明天还得去继续看一下能不能买到 如果不能买到接下来我只能以钓鱼为生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 关注加评论 谢谢